國際消息首先我們來關注泰國這裡 前進黨黨魁皮塔19號遭到憲法法庭 暫停了眾議員身分之後 結果又遭到國會否決 無法被提名參選總理 這也意味著八黨的執政聯盟 要再推出非前進黨的總理候選人 那人選還有誰呢 我們交給國田帶大家了解 好了沒有錯 泰國要選出這個新總理 真的是一波三折 那在那個5月的選舉 拿下最多席次的前進黨 他的黨魁皮塔 他上期期本來是要絞逐總理的大位 結果因為得票數並沒有過半 所以宣告失敗 那他在昨天的時候 原本是想要挑戰第二次 結果就在泰國國會辯論的階段 就傳出消息說 泰國的憲法法院他們做出了決定 決定來受理有人檢舉皮塔 持有媒體股份 違反選舉規定的案件 那這個法院一受理之後 這個皮塔他的議員資格 是暫時的被凍結了 但是這不影響他競選總理 不過就在接下來 國會就用過半的票數 直接的是來否決了他的提名案 那法院這樣一生 因此皮塔競選總理的落 就在這邊是先告了一個段落了 不過接下來會進入司法程序 皮塔的確是有可能會被拔除 他的議員資格 而且更有可能會上演 2019年的事件 也就是說前進黨有可能會因此被要求解散 那泰國的國度政府 目前是已經執政了兩個月的時間 還沒有新的總理升出來 那接下來皮塔之後 還有誰有可能會出現 因此大家就非常的關注的 就是呢 席次第二多也是呢 跟前進黨一樣 是在八黨聯盟裡面的這個 魏泰黨 好 那現在輪到魏泰黨 來推派他們的總理人選 目前看起來最有可能會是推 這個房地產大亨塞塔 那塞塔呢 他的形象是比較親民的 而且呢 魏泰黨他的立場 其實也沒有前進黨這麼樣的激進 因此呢 有可能會有保守派的青睞 那另外呢 軍方也有可能會推出自己的人選 目前看起來有可能會推派的是 泰國目前的副總理普拉威來出來選 不過呢 如果又讓這個選舉選輸的軍方 出來繼續來掌權 來當總理的話呢 泰國恐怕又要爆發新一輪的示威了 好 我們同樣再來關注到的是 烏惡戰爭 俄羅斯宣布退出了黑海股物協議之後 很可能再度是引發全球的糧食危機 不過這件事情似乎有轉圜的餘地 因為俄羅斯表示說 聯合國有三個月的時間 可以執行雙方備忘錄上的條件 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請教國田 好 俄羅斯在星期一的時候呢 是退出了黑海股物協議 那他們甚至在昨天呢 是加碼放話說 星期四開始呢 如果一旦出現了黑海 有出現這個運糧船的話 就會被視為軍事目標 那他們當初呢 退出這個黑海股物協議呢 他們給的理由是說 聯合國並沒有履行他們原本要求的內容 也就是說呢 幫助俄羅斯出口其他的食品 還有化肥 那現在呢 傳出這個三個月的緩衝期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呢 根據俄羅斯他們的說法 當初他們在談條件的時候呢 俄羅斯還有聯合國他們的備忘錄裡面 是寫了說 如果其中一方想要終止這個協議的話 那他們就要提前三個月來說出來 那根據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呢 他們在星期一的時候呢 宣布退出這個協議 就是等於說他們提前三個月提出 因此接下來三個月呢 會進入一個緩衝期 也就是說呢 未來三個月的時間呢 那個聯合國如果執行協議內容 直到俄羅斯滿意為止 那俄羅斯呢 就有可能會重返這個黑海股物協議 只是呢 俄羅斯怎麼樣才會滿意 其實他們並沒有給一個量化的方法 因此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說呢 俄羅斯現在是吃定了 聯合國一定會想要恢復這個糧食協議 因此有沒有可能狮子大開口 其實我們目前還很難說 那同時呢 烏克蘭和聯合國 目前也在想辦法讓烏克蘭的穀物 利用別的方法來送出去 其中一種方法呢 就是透過 羅馬尼亞的陸陸運輸 只是呢 烏克蘭附近其實五個國家 包括波蘭 還有匈牙利 還有羅馬尼亞 這五個國家呢 他們是出 雖然他們願意借到 但是他們不想要讓烏克蘭的穀物 進入他們的國內市場 因此呢 這五個國家目前呢 是對烏克蘭的穀物有進口的禁令 只是說呢 這個禁令呢 會在九月中的時候到期 因此呢 這五國目前呢 是在連署要求歐盟呢 要再同意他們延長這個禁令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